6月15日下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 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將重新與社會各界溝通 做更多解說和聆聽更多不同的意見 經過過去兩天政府內部的反覆研究 我在此宣布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工作 重新與社會各界溝通 做更多解說,聽更多不同的意見 我想強調,政府是以開放的態度 全面聆聽社會對於條例草案的意見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 於當天致函立法會主席 收回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預告 繼立法會大會就處理條例草案的工作將三天 直至特區政府完成溝通解說和聆聽意見為止 林鄭月娥承諾,在整合意見之後 將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回報 並徵詢議員的意見,才會決定下一步的工作 同樣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我們一方面要維護法紀 但同時要審時度勢,保障香港最大的福祉 這個最大的福祉是包括令社會盡快回復平靜 以及避免再有執法人員和市民受到傷害 2019年4月,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了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律 修訂條例草案 以使香港可與尚無長期司法互助安排的 司法管轄區展開個案合作 修例旨在處理有關香港居民 涉嫌在台灣殺人案件的移交審判問題 同時堵塞香港現有法律制度的漏洞 本人說要是新鮮的地方 本人說要是新鮮的地方